而且,整個地看來,那也不像是一家公暗,路是平坦而結淨的柏油路,路旁直滿了鮮花,倒像是一家醫院一樣。 我跟著那隱路的人,走到了公暗辦公大樓的門前,再踏上石級,推開玻璃門的時候,那人突然問我,你就是為師李先生嗎? 我正想隨口答應他,我是為師李,但是我的經教性卻立即提醒了我,不可以隨便出聲。 同時,我的心中也感到了十分奇怪。 因為,我記得十分清楚,當井上次洪和工程師聯絡之際,並沒有說出要來看他的事實魔人,更不曾道及過我的名字。 而剛才,在傳達室中,我也只不過說要來見總工程師而已,也未曾道出自己的聖名。 這人的口中,何以說出為師李三個字來? 那人推開了玻璃門,我跟在他的後面,走了進去,那人拼不轉過身來,指示道,我是住者公暗的保安人員。 由於此,你生產一些十分精密而棄的緣故,所以有保安人員之切。 在你之前,納爾遜先生已經來過了,他了定你不久便會來的。 那人說出了納爾遜先生的名字,卻是令我不能不信他了。 我吾地一聲,既不肯定,也不否定。 他仍然不回過頭來,在前面走著,跨進了電梯,我也跟了進去,道,納爾遜先生在什麽地方。 那人笑道,他嗎?到了他最想去的地方去了。 我心中斗地起疑,你這是什麽意思? 那人道,我只是隨便說說而疑,事實上,我根本不知道他到了什麽地方。 我心中暗暗窄怪納爾遜,不應該隨便向一個公暗的保安人員,講上那麽多不必要的話。 可是我隨即發覺那人的話,十分可以。 納爾遜先生是一個精細能幹,遠在我之上的人。 連我都認為事不應該做的事,他怎麽會做? 我對那人斗地起了疑心,然而我又想不出雜魔法紙去盤揭他。 而正在我動著腦筋的時後,電梯停了,那人已經跨出了電梯,在走廊的一線門前,停了下來,敲了兩下,道,木村先生,你的客人來了。 裏面傳來一個紅壯的聲音,道,請盡來。 那人一側身,讓我去推門盡去。 在全達失蹤的時後,我因為未對此人起疑,自然也未曾注意他。 在我對他起疑之後,他又一直背對著我。直到這時,我才迅速地轉過頭去,向他看上一眼。 那一看之下,我心中變斗地一條。那人的面上,帶著一張極其精細的面具。 而如果不是我自己也有這樣面具的話,我是絕對看不出這一點來的。 在那一瞬間,我心頭拼地一條。雖然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,但是我卻可以知道,事情大事不對頭了。我尋聲道,你不盡去摩。那人已轉過身去,道,我不。 他一句話未曾說完,我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,將他的後頸捏住。他一樣手,我左手又加在他的前頸之上,令得他出不了聲。那人燈大了眼轉著我,後間發出樂樂的聲響。 這時,我仍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變故,我只是知道要迅速地解決這個人。 我用膝蓋在那人的後腰上一頂,手在那人的後腦上一敲,那人變軟了下來。我在他的上衣袋中,摸出了一柄套有滅聲氣的手槍,苦身在所時孔中,向房內將望了一下。 一看之下,一看之下,我不敢暗叫了一聲好險。我輕輕地扶起了那已被我打分了過去的人,伸手去旋轉門柄。 剛才,我在所時孔中將望了一下,由於所時孔小,我不可能看到整間房間中的情形,但我所看到的已經夠了。 我看到一個滿面露蓉的中年人,被人以手槍指在椅子上不准他動彈。 此手槍的是什麼人我看不到,但是我卻認出那滿面露蓉的人,是日本有名的科學家穆川順。 原來他就是這家精密而棄製造陰的總工程師。我轉動了門柄,推開了門。 當我將門推開了一尺光景的時,我猛地將那已分了過去的人一推,那人的身子,向前直跌了出去,看來就像是有一個人疾搏進了房間一樣。 那人才一被我推進去,我便聽到了博地一聲,那是莊有滅聲氣手槍發射的聲音,而藉著那扇門的掩護,也已看清了屋內,共有三個人,都是持有武器的,我即連發三槍。 絕不是我在自己稱讚自己,那三槍,當真是碎到了極點。 隨著啵啵啵啵三聲響,便是啪啪啪三聲。 前二聲自然是我所發的槍聲,那三槍,各射在那三個持槍的人的右小臂上,他們在右小臂血流如注之際。 自然五指一二,後三下,便是他們手槍落地聲音,直到最後,才是逢地一聲響,哪個被我推進去的人,跌倒在地。 那人本來只不過是被我打分而耳,但如今,他卻被他的同伴,射了一槍,死於非命了。 木村順立即站起來,我一揚手中的槍,向那三個人道,後退,站到長角去。 那三個人面色殺白,望著我手中的手槍,其中一個,似乎幻想以左手去拾落在地上的手槍,但我的槍嘴向前略伸了一身,他便立即放棄了那意圖。 他們三人一齊退到了長角,木村信爾走起了電話,道:"你是新來的保安人員嗎?是你報警,還是我來?" 我連忙走過去,將他手上的話筒,奪了下來,道:"不必忙於報警。 木村信爾十分雅義的目光望著我,我笑道:"我不是公安的保安人員,我是你的客人。 木村信爾地一聲,道:"你就是井上先生電話中所說的那人。 我道:"不錯,我就是那人,這四個人來了多久了。 木村信爾恨恨地道:"他們祭住我已有半小時之久了。 他們說要等一個叫為師里的人,誰知道那為師里是一個什麽樣的家伙? 我臉上保持著微笑,道:"哪為師里不是什麽家伙?就是我。 木村信爾地一聲,面上的神色,尷尬到了極點。 我向那三人道:"你們是哪一方面的人。 那三人沒有一個人開口。 我冷笑一聲道:"好,那我就通知警方了。 那三人中一個忙道,為師里,我們之間的事, 還是私下了結的好? 我將手放在電話上,道:"好,但是我要知道你們是哪一方面的人馬, 你們是怎樣知道我會到這里來的。 那人道:"你一落到月神會的手中,我們就知道了, 你離開井上次紅家後,我們的人,便一直跟在你的背後。 如果不是上風命令,要將你活足回去的話,你早已死了多次了。 我一聽得那人這樣說法,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來, 剛才,我在小飯館吃飯之際,還在慶恩已擺脫了各方面的追蹤, 怎知人家先我一著,已再等我了,若不是我還算機靈的話, 這時當然又已落入他們的手中了。 我勉強笑了笑,道:"那多謝你們手下留情了,你們可是要向我追回那子雙子摩。 我已經斷定了他們是某國大使館僱用的特務,才已直接了當地如此說法的。 那三人面上神色一變,仍有那人回答我道:"是。 我嘆了一口氣,道:"你們神通如此廣大,應該知道那子雙子,現在在什麽地方的。 那人道:"我們只知奉命行事,不知其他。 我道:"好,我可以奉你們回去,你們見到了上風,不妨轉告他。 我如今,也正在努力找尋那子雙子的下落,不論是他將我活足, 還是將我暗殺,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事情。 那人道:"我們一定照說。 我向地上那死人子了子,道:"你們能夠將他帶出公安去,而不被人發覺嗎? 那人連忙道:"能!能!能!我一揮手,道,窗流在者里,你們走吧!" 那三人顯然地從了一大口氣,其中一個,扶起了死者,我仍然嚴密地監視著他們,直到也門出了房門,盡了升降機。 至於他們三個人,用雜魔法紙掩飾他們受了傷的手臂,或如何不讓人發現哪個死人, 這不關我的事,他們既然是特務,自然會有辦法的。 我轉過身來,牧村信似乎十分不滿意,道:"為什麽不通知警方?" 我道:"牧財先生,事情和國際糾紛有關,通知警方,會使日本政府為難的。 牧村信奧地一聲,道:"究竟是為了什麽?" 我道:"事情十分複雜,但是歸根結帝,道是為了井上家族的哪個天外來物。 牧村信望了我伴響,道:"我和井上先生的交情十分好,他在電話中告訴我,我可以完全相信你。 我如何投道,可以這樣說? 牧村信來回度了幾步,從他的神情上來看,他心中仗是有什麽重要的隱備,想對我說,而又不對我說的模樣。 牧村信了好一回,才道:"你想知道什麽?" 我可以肯定,這句話一定不是他真正想對我說的話。 他真正想對我說的話,還未曾說出來。 這是可以從他的神識中看出來的。 我當時,自然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什麽隱備,哪裏?我想知道,那天外來物究竟是什麽東西。 牧村信道:"你為什麽要知道?" 我將納以信給我的身份證明,取了出來,讓牧村信過目,道:"我是受了國際警方的委託,不但要弄明白那是什麽,而且要將以失去的那天外來物找回來。 牧村信聽了我最後的一句話,面色突然一變,雙手也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陣。 那一陣,使得他將我交給他的證件,也跌到了地上。 他一面連聲對不起,一面將我的證件拾了起來,交還給我。 在那片刻之間,我的心中,起了極大的疑話。 為什麽牧村信一聽到我說,國際警方要找回失去的天外來物,便這樣是經呢? 當然,要我立即回答出來,是不可能的事。 我假裝絕未發現他的神態有意,足道,原因是一個秘密,請你原諒,因為井上先生說起你對天外來物的特殊意見,所以我才來向你作更進一步的了解,要請你合作。 牧村信仰頭想了片刻,道,嚴格地說,那天外來物究竟是什麽?我也還不知道。 但是經過我多方面的試驗。 我聽到了這裏,立即打斷了他的話頭,覆述他的話,道,多方面的試驗。 牧村信奧地一聲,道,是,是,在未曾裝入雙子之際,我曾經研究了很久。 我覺得牧村信的態度,仍有可疑之處,但我仍隱隱隱著不出聲。 只是問道,那麼,你初步的結論,那是什麽東西呢? 牧村信道,我已經向井上先生說過了,那是一座十分精密的道向而,是應用於太空飛行方面的,至於如何用法? 我也不知道,我承認自己的知識太貧乏。 我則著頭望著他,那見天外來物,從照片上看來,也的確像是一座精密的儀器,但是,他卻已存在近二百年之久了,那怎麽可能? 我問道,牧村先生,你難道沒有留意到天外來物在井上家族存下來,已有一百八十年之久的這個是什麽? 牧村信大聲道,當然我知道。 我又道,那麼,你試說,在一百八十年之前,已有這樣的科學水準,去製造這樣的精密儀器,並應用於太空航行方面。 牧村信道,當然不能,不要說一百八十年,便是如今,也是不能。 我愈來愈聽不懂他的話了,道,你這是什麽意思? 牧村信佛地站了起來,地球上的高級生物不能做這樣的精密儀器,難道別的星球上的高級生物,也不能夠摩。 我一聽得牧村信這樣說法,悚然動容,也不禁暫了起來,牧村先生,你是說,我本來是不想講到一半便停住的。 可是如果我向下講去,那一定是你試說那東西是從別的星球來的摩,這樣的話,實在是太荒唐和不可思以了,所以我才突然住口的。 牧村信卻毫不猶豫地接上了口,道,是的,我是說,這東西根本不是地球人所造的,它來自別的星球,是別的星球人科學的結晶。 我呆了半響,講不出話來。聽到了一個權威科學家、工程師,發出了這樣經人的結論,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? 當然我不能就而相信他這個經人的結論的。好一回,我才道,你心信如此嗎? 牧村信道,我不得不信。我道,這又是什麽意思? 牧村信道,我曾經以高速切削到,將天外來物上的金屬,切下一點來,那種金屬,地球上是沒有的,或者是有而未曾為人類所發現的。 我吸了一口氣,道,真是有這個可能嗎?別的星球上的人,真的度過地球嗎?牧村信道,是有可能的天外來物是一個證明。 還有,長江博士的故事,你可知道。我遙了遙頭,道,不知道,長江博士是什麽人。 牧村信道,長江博士是日本結出的物理科學家、化學家,他在一九二四年十月,作了一個成功的試驗。 牧村信道,我便笑起來了。我在學校中所學過的東西,究竟未曾完全還給書本。 我道,這個試驗十分有名,長江博士發現水銀的原子中,有著和黃金的原子相同的地方。 於是,他便利用高壓電,使水銀的原子分裂,而令得水銀變成了金。可是嗎? 牧村信點頭道,不錯,這個試驗,是世界科學界供應的重大成功。 他證明了金屬在某一種場合之下,是可以轉變的。 你要知道,今天科學能有這樣的成就,有一些完全是基於這個原理而來的。 我道,自然,我絕沒有要推翻長江博士實驗的重大意義,但是我記得我們剛才的話題,是別的星球的人,曾經度過地球。 我有禮貌地提醒他,但是我心中卻暗暗好笑,心想牧村信一定是難以自圓其說,所以才差開話題了。 怎知牧村信卻一本正經道,不錯,我仍未離開話題。 你可知道,長江博士為什麽會集中力量去研究,而想到改變分子排列而使水銀變成金魔。 我尷尬地笑,我尷尬地笑了一笑,道,哪誰知道? 牧村信的身子,向我苦了過來,道,長江博士的最初動機,只是好奇。 他奇怪為什麽在古羅馬,在中國,不論中西,所有的連單家,都以水銀,控作為連金術的原料,而知之不倦地研究著,雖然一無結果,卻仍是堅信不疑。 我是對一切不可解釋的事情,卻有著極其濃烈的興趣的人。 牧村信在才一提起長江博士的時,我幾乎忍不住要打苛險。 但如今,我在心中自己問自己,為什麽古代不論中外研究連金術的人,總是將水銀和黃金聯繫再一起,頑固地相信水銀可以變成黃金呢? 在水銀和黃金之間,是沒有任何聯繫的,這是兩種色澤、形狀,完全不同的金屬。 我登了眼睛,望著牧村信。 牧村信逐道,當時,長江博士覺得奇怪,他知道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。 於是,他也集中力量,來研究水銀,終於發現了水銀和黃金的原子成分相同之處,而使他的實驗成功了。 牧村信講道者,你,又向我望了一眼,發現我正在用心地聽他講話,他滿意地點了點頭,逐度,他的實驗成功。 古代煉金家的想法,也被證明是正確的,但是,他最初懷疑的謎,仍未曾得到解答,那就是,為什麽古代的人,會將水銀和黃金聯繫再一起? 因爲在1924年之前,絕沒有人發現兩者原子有相同之處,和水銀原子中含有金成分這一點。 他重重地將權投敲在桌上,道,而且,以古代的科學水平而論,也絕不可能發現這一點的,但是中國和羅馬的連金家,都橫顧地相信水銀能變成黃金。 他結束了講話,又望定了我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,道,你的解釋怎麽樣呢? 木村信先生。 木村信道,不是我的解釋,是先父的見解。先父是長江博士的自由。 他說,一定在古時,有別的星球的人,到過地球。 羅馬和中國,那時文化最發達的國家,但別的星球的科學更是發達無比。 他們早已知道了用一種十分簡單的辦法,可以使水銀和別的物質,變成黃金,並且試驗過地球上的人看。所以地球上的人,便頑固地記住這一點。 木村信道,是充滿了想像力的。同時,他的話,也充滿了說服力。 我不由主地跟著他道,所以地球人也想從這個方法生產黃金,但由於科學家水平的關係,便一直沒有法子成功。 木村信道,是的,直到長江博士,才第一次得到了成功。 我道,那麼?我只講了兩個字,便停了下來,我揭力使我的頭確保持冷靜,因為我發現我已被木村信的話,引進了一個狂熱的景地之中去了。 木村信道,顯然已看出了我的心意,他吸了一口氣,道,你不相信嗎? 我不要你相信,我只問你,是不是有這個可能? 我從充滿地點了點頭,道,當然是有這個可能的。 木村信道,那就好了,我們可以繼續談下去。 我道,我有幾個問題,不知是不是可以請你進一步地解釋一下。 木村信道,我還不是這方面研究的專家,但是我可以盡我所能來告訴你。 我道,別的星球人,為什麽來了地球一次,便不來了呢? 木村信道,一想,道,這有三個可能。 其一,拼不是不來了,而是我們不知道。 第二,來而未能到達,太空船便失事了。 如今,已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,相信十九世紀西伯利亞通古斯上空莫名奇妙的大爆炸,是別的星球的太空船失事的結果。 我點了點頭,木村信道,還有第三點,我們不知道傳授煉金術的哪個星球人,是來自什麽星球的,可能它來自極遠極遠的星球,此刻,還在歸程中。 我笑了起來,道,他有哪麼長命嗎? 木村信以奇怪的眼光望著我,道,我不信你對相對論的最顯淺常識也不知道,在高速不斷的運行中,時間幾乎是不存在的。 我默然不語。 木村信又道,而且,別的星球上的人,時間觀念,也和我們絕不一樣。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,以地球繞日一周圍一年。 我們的生命有六十年。 別的星球的人,也可能以他們的星球繞日一周圍一年。 他們的生命也有六十年,但其中差別卻大了。 你知道嗎?我表示不懂,因爲問題似乎越來越多了。 木村信道,你不懂。 海王星繞日一周的時間,是地球繞日一周的一百六十五倍。 那麼,同時六十年,海王星的人實際受命,也比地球人長了一百六十五倍。 木村信的話,聽來十分蟹人聽聞,但事想來卻也不無道理。 我呆了伴享,木村信誘道,由於遺傳的影響,別的星球上的人。 如果生活在地球上的話,他們的壽命,也是以他們原來星球上的時間為準的。 慧先生,我懷疑你們中國傳說中,活了八百歲的彭祖,和吃過數次三千年一屬圖子的東方索,都是自別的星球來的。 木村信的話,越來越荒誕了,我正想大笑而起之際,卻糾然想起一件事來,心口猶如被人重重地撞擊了一下一樣。 木村信誘道,在那一剎間,我想起了方天來。 從方天身上的日記本,和天外來物上的文字上對照,肯定方天和天外來物有著聯繫。 井上似雄曾說及方天就是天外來人,但因為年齡的問題不能解決,而井上似雄在講者話時,卻是當作開玩笑來說的。 但是木村信的話,卻使我大為震驚。 木村信的話,其他星球來的人,其生命的時間,必以其他的星球為準,如果也來自海王星,那麼就可以被地球上的人,長命一六五倍。 那是因為海王星擾日的時間,長過地球一六五倍之古。 木村信的話,自然只是一種假設。 他的假設,是沒法只證明的,因為誰也未曾將一個來自其他星球的人,來作這個試驗。 但是他的話,卻也不能完全是著是荒謬無際的話,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。 那麼,方天真的可能是天外來人了。 只要方天不是來自水星和今星,他的生命,便可以比地球人長許多。 長的數字,是倍數,而不是延長幾年。 如果他是來自海王星的話,那麼地球上過了一百六十五年,在他來說,只不過過了一年而已。 暫時之間,我發現木村信的假設,似乎可以解盡我心中有關方天的疑心。 我和方天分手了多年,他的樣子,一點也沒有變過。 方天的血液是藍色的,這是地球人所絕不可能的事情。 方天有著超人的腦電波,甚至可以令人生出自殺的念頭。 方天有一種小巧的,可在一秒鐘內製人於死的怪武器。 方天在科學方面的知識,使得最優秀的科學家,也撐木傑蝕。 方天的怪事,實在太多了,多而且沒有一樣事可以以常理解釋的。 但是,當明白了他是來自另一個星球,根本不是地球上的人之際,一切的疑問,不是都仍人而解了嗎? 本來,我只當木村信是一個想像力十分豐富的人,對他所說的話,我根本不打算作任何反駁。 但是,當我一想到了方天這個人的時候,我幾乎肯定木村信的推論是正確的了。 我坐在以上,好一會講不出話來,只覺得臉下發熱,身子熱烘烘烘地,腦中亂成一片,不知道在想什麼。 人以地球為中心,已有許多許多代了,糾然之間,知道了在別的星球上的人看來,我們地球上的人實在比畜生聰明不了多少之際,那種感覺,實在不是文字所能夠形容得出來的。 我呆了多久,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 1986年案,這是維斯里故事中,維斯里第一次遇到外星人,所以反應十分驚異,以後,見得多了,倒也見怪不怪之感了。 1986年案,牧村信也和我一樣,保持著靜止的姿勢。 他自己對於自己的推斷,自然是深信不疑的,他的感覺,自然也和我相同。 好一會,我才暫了起來,牧村先生,多謝你的幫助。 1986年案,牧村笑了一笑,那不算閘摩。 我本來想將有關方天的一切,講給牧村信聽的,但是我立即想起,這樣的事,還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。 所以我改口道,牧村先生,可惜井上士故事地要將那天外來物,埋到地中去,不肯給你們進一步的研究。 要不然,你一定可以有更新的發現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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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